我们刚刚做完那个访问 好像不够厚 是呀 我要求的 我要求A call 这次交给你 你去哪里 没错 因为我反过来就是 其实在我自己 跟小沙沙一起走的时候 过去那十二年 《钟情》一定是我自己觉得 最重要的一个合作的伙伴 因为填过的除了《天梯》之外 很多首都是一些 对我们来说每个阶段很重要的作品 譬如《余生死》 《在不再见》 就是《休团前》的这首《在不再见》 还有《休团前》再回到《人类世》的其中一首歌 又或者中途我们有个类似Side Project的 《没有胜利一个》等等 甚至我们第一首的作品 这些全部都对我来说很重要 很有感情 很有标志性 亦都是每个阶段一路走 我就说 不是我们很多事情都未谈完 好像很快 原来过几钟了 原来这么快 我想想不要这么久剪死我 既然我不当一个主持人 当我们一个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 不如我们很密集地去谈一些 好 所以反过来 我想我现在做一个类似主持人的角色 第一件事通常都会问 你自己过往这几首作品里 你最喜欢哪一首 我当然知道每个人都是你的孩子 但又没有选择一首 我最最最最喜欢的是《如月生死》 为什么呢 为什么喜欢《如月生死》呢 其实是很多我个人的情感 其实我之前在一些Clubhouse 或者其他YouTube影片 有略略摄过几个人提过一下 我《如月生死你》那时候 给我这首曲 它本身是有Cutson的歌词 它本身已经在那个Bridge 已经有《如月生死》这四个字 你给了一个题目 就是说 碟是讲这个城市 而且这首歌想说一些很大碍的东西 我是Blog的 所以监制给的东西 就是给了两句东西 我就要想一下 究竟我怎样可以很大碍地去说这个城市 其实刚好那段时间 就是我知道我快要离开香港了 所以是一种很不捨得的感觉 所以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稿 其实是很轻松的 我觉得改动最多应该是只是chorus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改过 整首歌是很顺利的 Cutson寫的歌是很顺口 而且很容易摆到歌词下去 是不会有什么错的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选得很好的 所以我写的时候就是想很多东西 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场景和物件 曾经是可能在我的生命中 或者是很多人的生命中 是会出现过的 然后是一个回忆来的 而是不会想忘记 就是我用这个切入点 所以我在那些verse 我放了很多不同的物件和场景 去到我之前都有提过的 最幸好可以摆到的三件物件 是在第二段verse 是 汗水髮根和指纹 因为这三件事 是我从小时已经有这个想法 我是一个很多仇善感的人 我去完一个地方旅行 爸爸妈妈带我旅行 去完酒店 我看着酒店 我就觉得 我刚刚来这间房间的时候 我会看到什么 我离开的时候 这间房间是怎么样的 我会在这间房间留下什么 气味呢 是的 也是 因为妈妈经常说 哎呀 收拾东西 不要扭东西 我就说 你收拾走指纹吗 你收拾走你掉了头发吗 所以我真的很小 那时未够十岁 已经这样想起了 所以这件事 不断在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在一个地方生活过 或者你出现过 你怎么都会留下一些痕迹 而汗水髮根指纹一定有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 就是我竟然进入这几样东西 在第一个地方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这首歌 是因为很多我自己 很私人的想法 放进去 对于我们来说 我当自己一个听众 我们不知道你的私人情感的时候 但是那些都是一些很细腻的触觉 是我自己就很行的 就是我听歌 又好像譬如你说第一段 其实第一段 就是这些词对我来说 也是很行的 就是我首先 我很喜欢这首歌 先给你一个图片 但是你去一个时代 一个时间 或者一个场景 我喜欢 我在听歌的时候 我喜欢知道 我在听那个世界是怎么样 我是一度和歌姐 一直在走一个什么环境 什么道路 所以你露鬼露灯在等随 其实第一句 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已经有画面了 你已经帮我设定了画面 你记得我又跟你说过 为什么我会落露鬼 不记得 因为我选择就是很严谨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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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电车上 改过很多次 那时候第一次合作 我又未和别人做过歌 就是GREEN 然后我认为电车上 改过很多版本 最后才放了电车的Element 那时候 其实写了很多次 改了很多次 其实是OK的了 然后 我不知道你们录了没有 突然之间你又发了个信息 哎呀 差那么些东西 进不了路鬼这两个字 电车没有路鬼怎么走 是啊 我记得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真的一距离去 因为说了太多次了 是的 我就说 没有一个位置入到路鬼 是的 然后你就说 我知道 然后就没有一件事了 因为我也知过 我也代入过 真的放不到路鬼吗 没有一个位置入到的 是啊 我一直放不到 你又不会放什么车车 好像不是很合适 是的 所以当余生死一来的时候 所以我给你了 你不要吵了 是的 第一句就立刻回到路鬼 不要说我不给你 我是欠你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是好像 继续了整件事 而我最意外的是 因为你没有跟我说 《生于斯》是有收录 《本丁车上》 一个重新编曲的版本 四个一起上 我觉得整件事很圆满 完整了 但当时我没有跟你说 为什么要落路鬼 所以我觉得 有时早可能是一个默契 我一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咦 竟然是这样 符合了 是的 那时候很开心 所以《月月生死》 我会比较希望 很多人都猜 你说起这个 真的很对 甚至我自己 我对外说的说法 都不知道是否最准确 很多人说 他们很喜欢《生于斯》的地方 也是很多乐评 在写《生于斯》 专辑的时候 当这个碟派个别作品的时候 大家未必会觉得 很好笑 或者很好笑 当他们摆了一张碟 再顺序听的时候 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的 是的 然后每一首歌当时 赋予了一个 好像一个新的生命 那当我们大家听《月生死》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生离死别 那大家 但不是的 这首歌 在《生于斯》里面 是不是讲这个城市的 原来我们听你说 你是有很多这个城市的 一些不写 或者感觉 你放进去 但是它的主体 其实也是借情 写景 还是你真的直接写这个城市 我到现在 我是借情的 是的 我是喜欢写场景和物件 尤其是FIRST 其实我到现在 都是有这个习惯的 我知道现在 新派的田字人 就未必是这种 但是我是 我是旧一些 我依然都是 喜欢做这一件事 是 FIRST 我通常都是写景 写物件 或者铺铺故事 是的 我是这样的 然后CHORUS 就是大路的 没什么特别的 可能放一些情感 是放一些情感 或者是一些hashtagable的东西 是的 或者是一些 一些易记的移入路的东西 很顺口的东西 就不需要派太多物件在里面 所以难怪很多人都会说 原来知道了之后 就更加觉得它很fit in 这支店 你看它里面的字廟 油桶 粤曲 那些就是很香港的东西 很爱的城市的东西 是的 还有Curston 这首歌 为什么这么适合用 其实我觉得整件事很配合 因为这两个字两个字的音 就是用来摆物件 摆物件 摆什么 你可以摆一些情感 你摆得多少 物件是最好摆的 还有 为什么我会摆油桶 我在其他访问中有说过 就是我们现在是绿色的油箱 但是我小时候是红色的油桶 就是我一向都叫那个油桶 我不会叫那个油箱 油箱其实是合音的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那段时期 就是我成长的时期 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过敏 还是什么 因为我认识得很小 对于油桶两个字 对我自己也有特别的感觉 因为油桶 我们的画面就是过一个油桶 也是过一个年代的产物 是的 所以其实我当时很多时候 都会摆了自己的东西 我估计很多写词的人都会 除了帮歌手Custom Made之外 总会有很多自己个人的经历 个人的经历 或者一些很小的情感 摆了下去 其实我觉得都会 反过来 最终如若生死了 最叫做没有那么满意 或者被你现在再写 我就可以很多东西改 或者是什么 比较没有那么满意 比较没有那么满意 哪一种呢 其实可能是天梯 是 是可能是天梯 天梯是写得最不像我写的东西 是 但是你觉得需要很像你吗 怎么说呢 不是我平时写开的东西 是的 因为我之前都有提过 就是我不是一个可歌可歌 爱情观的人 是的 我是平淡生活的人 所以你要写一首这样的东西 要写到好像很悲壮 不是我的Style 我想正常一般的人 又不是很多人都那么悲壮 是的 但有些人喜欢生活 可能会更悲壮 是的 但我不是那种 所以天梯如果 我觉得写得最不像我 但是反而最烈就是这首 所以有时都是 我想逆书的生活 可能是很平凡的 也不一定 他都会写很多很悲壮的东西 应该这么说 因为我从小到大的生活 也不是很多drama 但会有很多不同的冲击 所以我是很嚮往平淡的 所以天梯对我来说是太大了 太远了 对 整件事很远 可能我写的时候很小 我是刚刚大学 等着毕业23 2023 但会不会那些时候最嚮往的那些 至死不遇 没有 我不是那种人 我不是那种人 是 我当然是很现实的 我是很现实的 而且很现实 不会很嚮往的很童话式的东西 我同来不童话 我对童话是没有憧憬 我也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圣诞老人 因为我小时候很少看卡东片 会不会是不浪漫呢 是我是不浪漫的 不浪漫的 我小时候也很少看卡东片 爸爸妈妈不喜欢 我看新闻 看时事多 我很小时候已经很现实 所以圣诞对你来说 都不是很特别的自由 不是很普天同性的东西 我想我跟你有点点相反 是吗 是的 我很圣诞的 我很喜欢12月整个vibe 就算外面的世界很多人都说 这个字已经没有气氛 或者什么 他会自制的气氛 尤其是我家里 我会不偷懒 我会布置 我会长期有些圣诞音乐 围着我自己 或者我身边 你做这些歌 都会有些圣诞有关 是的 因为我自己 我是一个不祝福 即使我自己生日 我也不祝福 我也不会说 因为有些节日 要搞派对的 我没有的